Hello 大家好 我是Dao 不是Dao 我是Vio 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 GuruGuruGuru Sakamichi Group 賢いMember まとめ Yay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版道這三個團裡面 各自各的一些聰明的成員 如果大家都有看版道的一些綜藝的話 都知道他們其實都是有搞過不同的學歷測試 那這次的影片就是Based on 這個學歷測試去做的一個分享 其實這個學歷測試是以團為單位的 他們裏面那份卷的深淺程度 以及它份卷考的內容都會有少少不一樣 所以會比較難做跨團的分析和比較 而且因為它的內容有時候也都不一樣 大多數都是考那五個科目 但有時候都會加了一般常識在裏面 所以其實它的分數總分也會有所不同 深入講成員之前 我們就講一下這個學歷測試裡面 會考到什麼 其實大致上的話 每份卷都是以五個科目而組成 五個科目就是 國語、國語、數學、數學、理科、社會、社會、社會、英文、英語 除了日向版 最新的學歷測試做一般的常識之外 其他都是以這五個科目而組成 而這五個科目其實就是在日本高中的時候 一定是必修的科目 所以用這五個科目來做測試的話 其實也是非常之正常的 知道我們要考這五個科目之外 我們也少少深入去研究一下 究竟它在說什麼的 這五個科目 如果是國語的話 考武語 就是考日文的 就像我們去看中文的意思 根據我看中藝的訊息 他們考的內容大多數都是看之前的文 漢字的讀音 考四字成語是什麼意思等等 都是跟香港考中文的讀理解 或者是文言文比較相似的 所以我也會將它理解為是中文 但在日本的角度來看就是日文的意思而已 數學的話 因為其實我沒有去看到高中的數學程度是去到哪裡 但我看中藝裡面他們所考的數學的話 都是包含了一些普通的計算法 以及一些多邊形的環圖等等 尼科的話其實就是可以理解為我們初中學的科學 它當中會問到人的構造 或者是生物的構造 進化的時候會變成怎樣的 除了生物的內容之外 化學的內容也會涉及到的 之後去到社會 社會就比較像我們小學學到的常識 或者是中學所說的通識 考譬如日本的島的形狀是什麼 還有叫你劃回日本的島等等 除了這些地理的知識之外 也會說到一些法律的東西 例如香港的常識港道 所謂的三權分立 他們都會在這裡出現 只不過日本不會修改裡面的內容 除了這些之外 也會考一些對國家的認識等等 就是社會 最後一個英文 其實英文的話 都是跟香港差不多的 我看重例裡面 他們好像是沒有閱讀理解來考的 但是他們考的話 就比較多是一些單詞的翻譯 或者是一句句子的翻譯 以上就是他們會考到的內容 他們全部的測試 都是以每一科20分為滿分來做基準 總共是100分的 大致上他們考的內容就是這樣 講到這個聰明的成員 一定有一個term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在日本裡面 去形容一個好的大學 好的學校 都會用到這個字的 就是 偏差值 偏差值 偏差值的形狀 好像我們那時候學的 叫做Normal Distribution的東西 其實我所有學都只有三 所以我都不太懂得怎麼說給大家聽 其實他就是講 他將不同的學生分類 如果這個數值越高的話 代表他是越厲害越是精英 50分就是一個平均數 但去到60分70分的時候 已經是非常高的偏差值 低於50分就是比較差那班人 就是這樣理解的 他有一條公式 其實是可以看到出來是怎麼去計的 我就撥出來 就是這條公式了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因為我不是讀統計的 而且我數了只有三 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頭緒的話 可以告訴我 尤其香港其實不是 偏差值來形容一些學校 可能大家都對偏差值這個數字 有一點點蒙糊 為了澄清這個蒙糊 我就拿了一點比較 如大家都所知道 其實香港是很看重一個 叫做QS的大學ranking 我就在2021年的QS大學ranking 找了一些日本的大學 和香港的大學做對比 大概去看看香港大學的偏差值是多少 第一組比較的對象就是 HKU QS裡面是22位 而東京大學是24位 東京大學的平均偏差值就是 67.5至72.5 第二組比較的對象就是 PORIU 第75位 和大阪大學第72位 大阪大學的偏差值就是 57.5至70 因為他們的排名比較相近 所以我可以推測到 大概的偏差值是多少 我個人認為 股算就是 HKU的偏差值就是 67.5至73左右 PORIU就是 57.5至68左右 這個就是大概的 股算可以讓大家知道 一個偏差值的概念 是怎樣的 但是因為 其實QS這個 Ranking 它所計算的東西 和偏差值 它們所計算的東西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是小小可能 很大的不一樣 所以這個只是作一個 很briefly的參考 不可以盡信 好 那說完所有前提了 我們就開始說 Noki Saka Kiaki Saka 和Hinata Saka 裡面 Kashikoi member是誰 考試的能力 和Quiz的能力 是分開的 所以這次影片 其實注重 講考試 Test裡面的結果 會比較多 綜合兩次結果 我覺得 奶木版現時 或者曾經最聰明的三位成員 就有 Sanki Akimoto 北川尤里 Sanki Sanki 其實他就是 慶應大學畢業的 這個大學 其實是一個私立大學 但是它是 非常之厲害的一間大學 不同的學部 偏差值碟都不同 雖然他其實是沒有真正公開過 他自己讀什麼學部 但是呢 會有不同的網民去 猜 推測他的學部 可能是 綜合偵測 或者是 環境情報學部 這兩個學部 其實都是 偏差值去到70 那麼高的 這幾年 其實一直都會有 很多不同Quiz的節目 可以出現 其實在奶木版裡面 這樣的定位 除了他之外 應該都是沒有什麼 其他人的 而之前也都在公示中 裡面有說過 其實他真的很喜歡玩Quiz 除了去參加Quiz的一些中藝之外 他自己也都會去研究一些Quiz 從此可見 他是一個非常野外讀書的一個人 那之後呢 就是Akimodo 那Akimodo的話呢 他就是讀一個叫做 叫做 的一個女子大學 之前我也都有片講過 其實他就是為了去考大學 而休業了一至三班那個時期 那他就成功考上了這個大學 但是他上Quiz的節目的時候 他下面的簡介裡面 其實是沒有寫著 他已經在這間大學 所屬的一件事 而網民也都推測了 其實可能他是幼業 也都不出劇 也都可能他是中途離學的 他讀的學部就是文學部 其實編差值得57 也都不是說好 也不是說好差 就是About Average 但是大家都覺得很可惜 就是這麼努力去考進去大學 為什麼突然之間休學不讀他呢 那還有呢 也都是有很多的重藝 也都可以看得出 其實他是真的經常都裝傻的 那這部版呢 其實呢 除了他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之聰明的人 也都經常裝傻的 就是Saiuri 那這兩個經常很聰明的人 在那裡裝傻 就真的有人可能會覺得他們是傻的 雖然北川呢 就沒有參與過第一次的學歷測試 但是他現在是在應慶大學讀著書 所以我覺得他會比中田會聰明 那所以呢 我就將他放在那裡了 那之後呢 我們就去到這裡的 Keyaki Saka Neru 米谷 Aoi 那其實我來說 我不是很看Keyaki的重藝 但是我也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呢 Neru和米谷呢 是真的非常之讀到書的 那Aoi的話 最近都是有看到他 因為進了大學 那間大學也不錯啦 所以才知道他也是非常之好的讀 我不是很關注Keyaki 那所以的話 這方面的話呢 我都會略略地說的 但是我都會把我找到的資料 跟大家分享的 那是Neru的話呢 她本身呢 就在長期市裡面呢 已經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小朋友來的了 她每年是說是考在原來的頭三名 那之後也是為了上京呢 轉了很多次考的 最厲害的那一次的那個高中呢 就叫做 長期元納 長期西高等學校啦 那這個高中呢 它的偏差就是去到 72 那樣多的 就是說是非常之厲害啦 同時間呢 她在這個高中的時候呢 她也都參加了這個 Kokosei Quiz 這個班辜米 那這個班辜米 就是說呢 是集合了很多很厲害的高中生 就是很讀到書 很聰明的高中生 來一齊去做一個 搶答的一個重藝來的 所以其實都比較有趣 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除了在Kakite Kakenai裡面的 Test裡面的成績之外呢 還有很多種種的因素 就是可以看到她是很聰明的 但是因為可能也是把這個 重心放了在偶像道 她是沒有去讀大學的 最近呢她好像是 用通訊按鍵 讀大學而復出藝圈的 那第二個就是米菊 米菊也是因為 因為學業的原因 所以她是屬業的 而她讀的就是明治大學 2022年就會屬業了 那她就是讀農學系的 而農學系的編輯值就是 67至70的 那我也都不說太多了 因為我不是太認識 那我就是把我找到的資訊 告訴大家 那第三個就是Aoi Aoi的話就是最近 考完大學回歸回來 她讀的大學就是法政大學 就是在2023年的時候 就有術業 那她讀的學部就是 社會學部 那她的編輯力 都是67至70的 那去到最後一個團 就是日向板 日向板的話呢 因為我自己有看了 所以我可能會 多說一些給大家聽的 日向板呢 那最賢い member呢 就是有 那其實呢 Kakeyama的話呢 她就在兩次的學歷 Test的時候 都是缺席的 所以呢 其實她是沒有入到榜的 但是呢 其實Kakeyama她的 學習的能力 很高興的程度 其實是跟Neru是同一個level的 雖然她呢 就是進不到東京大學 但是呢 其實她的高中和學校的偏差 就是全部人裡面最高的 她之前呢 其實是跟Neru 有試過做一些quiz 或者是一些自力的 一些測驗的比拼 所以都可以說回 她們兩個的level是差不多的 那之後呢 Miyada Miyada的話 其實她現在呢 就是在一間國學院大學 在一間私立大學裡面 讀大學的 就是讀文學部 日本文學科的 即是說她是一個文學少女 所以她在這個學歷Test裡面 在國文的科目裡面 是得到最高分的 之後呢 就是Manafee Manafee的話呢 她也是沒有去讀大學的 但是呢 她的高中的話 其實真的比較厲害 她的高中就是 關西大倉高等學校的 偏差值就是 61至73 那她呢 其實是由外國回來 她小時候就是在英國裡面住的 那就住了幾年之後呢 才回到日本的 所以她的英文呢 是有日本的不同的檢定認證的 那除了英文之外呢 她還會說不同的文的 那總共她是會說四種語言的 所以其實她是一個比較聰明的人 那但是呢 她第一次她講一下 第一次的學歷Test的時候呢 是因為她是不懂人文 所以她比較低分 那今次呢 我好了人文了 所以她是比較低音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比較聰明成員的總合 那不知道大家呢 會不會同意我的看法呢 如果不同意的話呢 也可以歡迎在留言告訴我 那未來的話呢 我都會說回不同的總合呢 給大家聽的 如果大家呢 有些什麼想聽的總合呢 可以告訴我 那條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喜歡這條影片呢 叫個like share and 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